比如说几个比较重要的像是什么呢 像是进到我们把这个index打开 它这个里面实际上就有规划了几个page 基本上它是用page的方式来做显示 那里面其中我们刚刚有跳到一个是什么 就是搜寻那个路径规划的 那路径规划里面呢 会需要几个 第一个就是要知道你现在location 那在那个phonecap里面要怎么知道你现在location呢 其实特别注意啊 城市是写在这里的 当然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们要找 假如说你将来要知道城市写在什么位置 第一个 你要知道路径规划它的id 它的id是什么 btn 这个 rout 那你把它cdc cdc cdc 然后去找一下 特别注意啊 这个范例 它不是写在上面 它把javascript把它分开来 写在哪里呢 额外写在一个js档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目录底下有个js档 这个js档呢 名称叫做 补理负的 那你去寻找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按钮就找到 那也就是说这个将来 它的phonecap的一个设计 也有类似 它是有点像我们用sdk来开发 就是说 它也要做连结 什么时候连结呢 我们是在sdk是uncreate 它的uncreate 有点像这样 一个jquery的一个大物件 然后当 它有省略的 这边应该有个document.ready 它省略掉 就是它 当它载入的时候 做什么事情 帮我做一个事件的连结 这个事件就是当我点下什么 点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去做这一件这个方法 这个是一个handle 那这个handle就是处理事件 处理事件的话在哪里 其实你可以再去找一下 往下找 寻找 它其实就在下面 有个function 就是那个按钮上面 会去连结一个by的事件 那这个事件的话 由谁去处理呢 由这个root处理 处理 处理部分的话 我们会去抓目前的什么 current point 那current point 你想说 current point 我怎么去抓的呢 如果你不知道没关系 你把current point 再寻找一下 你会发现 其实就只有一行 寻找一下 这边current point 那基本上 抓到 也是把 是从position 里面去抓到 所以呢 possession 里面呢 你可以去找一下 基本上 就只有一行 这一行 怎么怎么做出来 其实就在这里 有没有 它用一个方法 叫做 get location 其实 在那个 JQuery里面 你要去抓 location 就一行 就好了 它用一个 Navigator 的一个物件 它去抓 什么呢 抓 geo location 去抓 current point 有没有 然后如果 它就是这样 就帮你把它儲存起来 把location 把它儲存起来 OK 就当